你們整個民眾黨 就是共犯結構都在說謊 我今天光講一個 他們的租金的申報 就是造假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民眾黨中央黨部 他的照片 下面一樓 他的坪數 大概是九十七坪左右 我去調了 他附近一樣在散島市附近 一個月的租金行情是多少 大概二十二萬 差不多的坪數 我跟大家說 民眾黨他二零二二年 跟二零二三年 他們自己的財務報表裡面 租金的科目裡面 加總起來是多少錢 總共是兩百七十萬左右 如果假設以民眾黨 黨部 你一樣的行情 一個月就要二十二萬 二十二萬 乘以十二個月 總共要兩百六十四萬 你光是這個租金 你都已經不夠富了 好 那我要問 你民眾黨 我去調了他的所有的收支紀錄 他全部沒有所謂的租用支出 或者是捐贈紀錄 那我要問 你今天這些錢 到底是誰付的 你要不要講清楚 黃珊珊你今天 你是跟黃國昌 你們這些人 陳志涵 全部都是民眾黨的最核心的幕僚 你們現在光是一個民眾黨的租金 都已經跟你整個民眾黨的財報 這個是跟政府申報的資料 都不符合了 你們還要跟人家講什麼法治 現在整個USB裡面的金額 加總四千一百四十萬 我說媒體有曝光的 那個時候黃珊珊 你們在幹嘛 你在選市長嗎 因為錢不會憑空不見嘛 對不對 那你說好 他收了之後 他有出帳 那時候誰在選 黃珊珊在選 高宏安在選 然後那個誰 那個賴香菱也在選 他們都有講說有收到錢 賴香菱 高宏安都有嘛 那你黃珊珊呢 你真的有那麼無辜嗎 你今天還敢跳出來講說 用你的什麼法學 然後再去跟人家講說 你現在就是什麼壓人取貢 然後 檢方想辦圖立辦不成 一直在找行賄證據 是 我會呼籲黃珊珊 你今天你雖然是念過法的人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跟你沒關係 你也不要覺得 你現在沒有被檢調約談 好像都沒事 我認為他今天出來講這個話 就代表什麼 他怕 因為現在大家都把這個 都知道說你今天你在選市長 跟你之間的政治獻金的關係 真的沒有任何的牽連嗎 你講出來大家又會相信嗎 這完全不符合常連 再來你現在林國城 你當時你現在是民眾黨的 不分區的立委 你當時也是民眾黨的 黨部的主委 那你們在選舉的時候 有沒有拿過柯文哲募款回來的錢 我簡單問就是這樣 你們敢回答嗎 如果你們都不敢回答 也不敢承認 也不敢去說什麼 我跟你們說 你們這些人是比橘子 還要更邪惡的人 他們可能現在心裡面 在拍拍手 會想說 好險橘子不回來 因為橘子回來 橘子回來 你們這些人有可能倒大煤 那個金手的金流 給誰給誰 其他人可能都有事 所以最邪惡的是不是就是你們這些 這樣看著橘子 三十七歲的人被通信 橘子他可能涉犯的法律 有他自己要去承判的問題 但是你敢講說 你們現在在檯面上的這些人 有那麼清白 有那麼無辜嗎 都沒有涉犯其中嗎 你們都沒有拿過柯文哲 拿回來的錢過嗎 那你們領的薪水 你們民眾黨的這些收入跟支出 都沒有依法申報 不然你們眼睛是瞎了是不是 好 但只叫嚴峰 因為我覺得 你看黃珊珊 精華承判可能也跟他有事 那如果他總幹事的話 我覺得政治現金一些錢 不是黃珊珊應該講清楚了嗎 那他今天出來說什麼呢 他先PO文說 偵查公開 全民公審 媒體名嘴指揮辦案 有罪推定司法蒙羞 好 他今天就講說 現在只要有政治現金 就是匯款 連合法的政治現金 都說是匯款 那我就想說奇怪 不是謝國長這邊已經承認了嗎 黃珊珊在說啥 我覺得今天民眾黨的 先講他的聲明 法治兩個字 從民眾黨的嘴巴裡面講出來 我覺得真的是史上最大的笑話 你看他的聲明稿 他到現在還在講什麼 他說 本黨依法申報的政治現金 然後什麼進了約團 黨公黨制 我跟黃珊珊講 你們整個民眾黨 就是共犯結構 都在說謊 我今天光講一個 他們的租金的聲報 就是造假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民眾黨中央黨部 他的照片 下面一樓 他的坪數 大概是97坪左右 我去調了 他附近 一樣在散島市附近 一個月的租金行情是多少 大概22萬 差不多的坪數 我跟大家說 民眾黨他2022年跟2023年 他們自己的財務報表裡面 租金的科目裡面 加總起來是多少錢 總共是270萬左右 如果假設以民眾黨 黨部 你一樣的行情 一個月就要22萬了 22萬乘以12個月 總共要264萬 你光是這個租金 你都已經不夠富了 好 那我要問 你民眾黨 我去調了他的所有的收支記錄 他全部沒有所謂的租用支出 或者是捐贈記錄 那我要問 你今天這些錢 到底是誰付的 你要不要講清楚 黃珊珊你今天 你是跟黃國昌 你們這些人 陳志涵 全部都是民眾黨的最核心的幕僚 你們現在光是一個 民眾黨的租金 都已經跟你整個民眾黨的財報 這個是跟政府申報的資料 都不符合了 你們還要跟人家講什麼法治 那就更不用講說 柯文哲那時候又講說 他的這個新故鄉置庫 柯文哲的辦公室 因為他從二零二二年市長卸任之後 他們現在全部都搬到台坡大樓 我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講台坡大樓 有什麼問題 好 回過頭來講 現在這個USB裡面的資料 現在的年限看起來應該就是 大概是二零二二年左右 那今天有去要約詢邱佩玲第二次來 對不對 他經手的金額 現在看起來 他今天請假 對 他請假 他超過上千萬 對 有一個重點 邱佩玲 他把這個謝國良把這個兩百萬的現金 交給了邱佩玲 那邱佩玲 他交給誰 他到底是不是直接給了李文哲 還是給 李文忠 還是給橘子 然後交的這個時候 黃珊珊你知不知道 對不對 然後再來 你現在整個USB裡面的金額 加總四千一百四十萬 我說媒體有曝光的 那個時候黃珊珊 你們在幹嘛 你在選市長 因為錢不會憑空不見 對不對 那你說好 他收了之後 他有出帳 那時候誰在選 黃珊珊在選 高鴻安在選 然後那個誰 那個賴向玲也在選 他們都有講說 有收到錢 有啊 賴香菱跟黃珊都有嘛 那你黃珊珊呢 你真的有那麼無辜嗎 你今天還敢跳出來講說 用你的什麼法學 然後再去跟人家講說 你現在就是什麼壓人取貢啊 然後 檢方想辦圖利辦不成 一直在找行賄證據啊 是 我會呼籲黃珊珊 你今天你雖然是念過法的人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跟你沒關係 你也不要覺得 你現在沒有被檢調約談 好像都沒事 我認為他今天出來講這個話 就代表什麼 他怕 因為現在大家都把這個 都知道說你今天你在選市長 跟你之間的政治現金的關係 真的沒有任何的牽連嗎 你講出來大家又會相信嗎 這完全不符合長年 再來 你現在林國城 你當時 你現在是民眾黨的部分局立委 你當時也是民眾黨的 黨部的主委 那你們在選舉的時候 有沒有拿過克文哲募款回來的錢嗎 我簡單問就是這樣 你們敢回答嗎 如果你們都不敢回答 也不敢承認 也不敢去說什麼 我跟你們說 你們這些人是比橘子還要更邪惡的人 他們可能現在心裡面在拍拍手 會說好險橘子不回來 因為橘子回來 你們這些人又可能倒大煤 那個金手的金流給誰給誰 其他人可能都有事 是啊 所以最邪惡的 是不是就是你們這些 這樣看著橘子 三十七歲的人被通信 橘子他可能涉犯的法律 有他自己要去承擔的問題 但是你敢講說 你們現在在檯面上的這些人 有那麼清白 有那麼無辜嗎 都沒有涉犯其中嗎 你們都沒有拿過柯文哲 拿回來的錢過嗎 那你們領的薪水 你們民眾黨的這些收入跟支出 都沒有依法申報 不然你們眼睛是瞎了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我會覺得 包含陳志涵在講這個冷錢包 昨天有沒有 突然就是要上節目這樣子講 我覺得真的是看到鬼 他說什麼 他看到一個盒子 我覺得他基本上也是在怕 怕火燒到他身上 也想要帶風向 對不對 不然我們都已經講那麼久的事情 他為什麼突然間會突然想要出來 講一個冷錢包 說他有看到盒子 誰給你看盒子 檢調給你看盒子 還是陳佩琪給你看盒子 神經病嗎 要講清楚啊 這輪的霍會 enn